我听到她的笑声 那个真的是叫做发喜 60岁的阿嬷巴哈拉奇 5年前丈夫往生后就独居在此 其实我们下车看到阿嬷的房子 就已经决定要帮她了 因为当时阿嬷的这个土房 仅剩一面墙壁 其他的三面墙壁都是用纱布遮盖 布顶也没有的 只有一块塑料布 我们就开始讲说 我们要怎么样帮忙阿嬷的时候 阿嬷突然之间离开我们 跑到我们的前面遵下来不要起来 后来杜西就告诉我们说 她说我们是尊贵的人 她不能跟我们站在一样高 所以后来我们就跟阿嬷讲说 没有没有我们一样的 心疼阿嬷的卑微更担心雨季将到 残破的屋檐如何挡风遮雨 职工决定为阿嬷重建 社区居民也来协助 屋里的家当不到50件 全搬到大树下 家里唯一的墙壁被推倒 像这一切都将重新开始 在高温超过摄氏40度的大太阳下 赶攻兴建 就在即将完工时 阿嬷提出了要求 阿嬷是说她很喜欢 比较鲜艳的颜色 因为之前我们盖了这么多的 不管是检疫客室 或者是检疫屋也好 我们都是以灰跟白色为主 坦白说我有一点点的压力 我就跟师姐说 阿嬷你看她的脸这么稠 我们希望能够给她 比较有生命力的一些画面 亮黄色的新家 有阳光浮照 赶走了孤雞 离祖当天 村里难得热闹 巴哈拉奇 穿上了志工 整备了新鞋 还有红色的沙粒 欢喜全在脸上 我今天要做 我今天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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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以来真的恶念 如今有满满的笑容 围绕着这个家 庇护着阿嬷 能够让人安心的幸福 就在眼前 大爱新闻 尤尼思邓志敏 潘伟宁 陈敏 尼波报道